学的会,用的着的加郎菜 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之道 酸爽开胃的酸萝卜老鸭汤 准备半只老鸭 我们找老板把它剁成小块备用 剁好的鸭肉用清水冲洗干净 再把准备好的酸萝卜切成片备用 几根泡椒切成长段 大蒜给它拍开 生姜切成片 香葱切成长段 好了,食材就全部都准备好了 我们首先呢,把鸭肉给焯下水 冷水下锅,开大火把水烧开 烧开了之后再煮上几分钟 把血沫都煮出来 打干血沫之后就捞出鸭肉,预干水分 另起锅,把锅烧热,倒少许的水分 把焯好水的鸭肉再回锅炒一下 这个鸭子太肥了 炒一下把鸭油给爆出来 这样煮出来的汤也会更鲜 炒的时候再加点酒 去腥生香 炒好了就先盛出来 然后把里面的鸭油给锅滤掉 接着在锅中再加入菜籽油 加一小撮花椒 再把刚才切好的酸萝卜和小料再炒一下 开了中火,把酸香味给炒出来 然后再下入鸭肉一起煸炒一会 再加一点酒,祭出鸭肉和酸萝卜的香味 炒好了之后,家里面有大的汤锅 就把它盛到汤锅里面来炖 加满开水,盖上盖,先炖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接盖,剪去里面的葱姜蒜 然后再炖上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已经炖好了,这个鸭油太多了 我们撇去一点 然后简单调个味 加白糖,胡椒粉和鸡精提现 一般的酸萝卜都非常的咸 所以盐就不用放了 最后再撒一把葱花就可以享用了 这样一道酸爽开胃的酸萝卜老鸭汤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有机会做给家人和朋友尝一尝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拜拜